嗨 我終於回到台灣了 然後今天是我隔離最後一天 想說拍個開箱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次買什麼 其實我們也在 這也是我們第一次嘗試 想要試做代購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 有喜歡我開箱的東西的話 可以留言或是視訊 我可以靠這些歌愛啦 那我這次買比較多是Dior跟LB 因為在法國啊 在義大利明天節買 每一間都要排好久好久 所以基本上 我們買完LB跟Dior 就不想再買別的那些 但其他還是有買到一些啦 那我這次就一個一個開箱給大家看囉 那我就先給大家看 很幸運買到Dior跟Mustache 這次買的皮夾是 絲巾皮夾 一個是短夾一個是長夾 短夾的顏色是 這個 卡奇色 就是比較經典的一個顏色 然後面子是長的 很美很漂亮的繽紛 我最近很喜歡這種配合的顏色 長夾的話顏色非常好 然後 就是 我覺得它 它是比蘋果率再欠一點的那一張 然後 應該是 應該是這樣 然後我們來看LB 這是 有買的一個小包 這個很經典的 就比較日常的啊 比較日常的 它肩帶可以調到這麼一段 所以也可以這樣子 健背 然後看 然後還有買一個 它其實是男包 但是 血管不太 對不對 它就是很中性的 很背起來也很帥氣 我其實很喜歡中性的 比較中性的 比較中性的東西 這次 有買了很多那個 托特包 因為那個大包好像也有流行回來的 之前都買 很愛買便利包啊 背包 反正好像沒什麼東西 就是一個呢 比較素的啦 這個顏色很喜歡 就是 上班的時候很方便 然後我們覺得它裡面 還有附近 小時候買的 還要買一顆 托特包 這一個啊 也算是經典的 這其實都買了經典的東西 這顏色也是超美的啊 我這次 沒買什麼黑色包 因為有太多黑色包 然後 我最近很喜歡 沒有顏色的東西 這就是很經典的 托特包 然後它大小我也很喜歡 就是可以 可以放電腦 可以放平板 然後我們來看 Dior 我Dior也買了兩個 拖特包 這是買的 這就是 它是深藍色的 刺繡的 但是 它是 中號的吧 因為我有買另外一個 更小號的 但是這個還有更小 好像還有更小的 這就是黑色的 然後兩個都是刺繡的 小號超可愛的 再來開 另外一顆帶背包 非常美啊 是漸層色的喔 漸層色的喔 漸層的喔 然後它這一個啊 它背帶上面可以免費附三個 這個 小扣式 然後我就選了 星星 幸運草 大象 很可愛 然後背帶也是漸層的 再來呢 是背帶 出背帶 這次還有順便 挑 中年慶藥的 抽獎禮物 挑了一個 一期的場景 就是 中年慶藥送回原的 抽獎禮物 還有一個這個 超級可愛的 非常可愛的小包包 迷你小包包 分享完了 這就是這次的 購物分享 希望大家喜歡囉 掰掰